最可怕的是 走到它的風台味 整個西南風灌上來之後 中南部地區 尤其在中南部山區 將會開始有持續性的強降雨 而且是劇烈降雨 這個時間點落在今天的深夜之後 一直到明天的一整天 甚至一直到禮拜五 近幾年來很少遇到的 一個非常大型的颱風 而且在衝擊性 破壞性上面 都是非常強的一個颱風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我們可以從這個即時影像看到 這邊是宜蘭投城的濱海公園 您可以看到整個海岸這邊的風浪 已經非常大了 現在這邊最大震風 都已經出現了八級的強震風 而且整個風浪是越來越大 大概今天來說的話 台灣附近海域幾乎都有三到五米以上的浪高 因此這颱風已經它的暴風圈在今天清晨兩點已經提早觸路了 所以在這邊 蘇利要非常非常嚴肅 而且非常謹慎地呼籲大家 無論如何趁著今天上半天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工作 而且小心 小心這個台米颱風 它所帶來的自災性降雨 好了 問如何今天大家是放很多人都放颱風架的 那麼今天7月24號禮拜三 那麼蘇利今天就不畫Key程了可以嗎 無論如何不管今天是要出門上班的還是在家放颱風架的 麻煩大家真的要很仔細很認真的聽接下來蘇利所講的每一個颱風的訊息 首先我們從警報單當中我們進一步先來看看目前颱風的最新動態 那麼您可以看到現在凱米颱風 凱米颱風現在它的強度是來到了中度颱風 那麼現在整個七級風的暴風半徑已經擴大到了250公里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今天清晨兩點的時候 它提早暴風圈就已經觸入到了東半部的陸地 現在你可以看到在整個東半部的陸地絕大部分 都籠罩在它的暴風圈範圍底下 所以當然在整個警戒範圍之內包括了台灣附近各海域 另外整個路上的警戒範圍則是包括了台灣本島以及馬祖跟澎湖 現在都在路上的警戒範圍之內 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這一次凱米颱風來勢洶洶 那麼接下來它現在已經逐漸的轉向西北 速度其實不快也不慢 每個小時是11公里的速度朝著台灣而來 我們進一步從中央氣象署的潛勢預測圖 我們就要來看看 我們一直在講了這個颱風最靠近台灣 而且影響最劇烈的時間點 是什麼時候大家應該都會背了對不對 就是今天禮拜三明天禮拜四 禮拜五的時候颱風逐漸的遠離 好我們就要來看看這次以中央氣象署 還有世界各國的路徑預測來說 現在已經趨於一致了 那麼也就是凱米颱風 接下來就會往北花蓮到宜蘭這個方向 在宜花之間登陸台灣 然後穿過台灣之後 差不多會在桃園這邊附近來出海 所以這一次來看的話 首當其衝的第一波 那當然就是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尤其今天的宜蘭 在今天要最特別的小心 在山區的部分要小心這個凱米颱風 所帶來的狂風以及蠔雨 那麼這個北部跟東北部只是首當其衝 事實上這個颱風最可怕的 並不是它的一開始的首當其衝 而是接下來我們要透過的Windity 也就是告訴大家 事實上這個颱風最可怕的地方 就在它後面綿延非常長的紅颱位 我們要告訴大家這個風場圖 事實上是要告訴大家 整個凱米颱風是從整個季風潮 所產生的一個颱風 所謂的季風潮就是西南季風 這西南季風我們從這資料當中發現 它從這個太平這個印度洋 然後整個水氣帶綿延一直過來 過了中南半島過了南海 然後整個生成了一個這個凱米颱風 也因為凱米颱風是在西南季風 這個季風潮所產生的颱風 那麼因此在這邊 我們要特別呼籲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不要只看颱風本身環流的主體 更要小心的是它後面的紅颱位 而且我們一直在講整個凱米颱風 它是一個環流範圍非常廣 非常大的颱風 那麼因此最可怕的是 掃到它的紅颱位 所以接下來我要告訴大家 首當其衝的雖然是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但是這個颱風碰上了陸地 結構就會減弱 但是最可怕的是後續整個紅颱位 整個西南風貫上來之後 接下來在中南部地區 尤其在中南部山區 將會開始有持續性的強降雨 而且是劇烈降雨 這個時間點落在今天的深夜之後 一直到明天的一整天 甚至一直到禮拜五 整個颱風的影響時間來看 整個中南部的山區 在這邊我們要特別提醒 小心而且警戒 因為這一次氣象鼠 在中南部的山區 總雨量的預估是非常罕見的 直接預估最大的累積雨量 總雨量有可能達到1800毫米 所以這是近幾年來 很少遇到的一個非常大型的颱風 而且在衝擊性破壞性上面 都是非常強的一個颱風 大家千萬一定要特別小心 好了那麼接下來 我們再從衛星雲圖當中 我們就要來告訴大家 整個凱米颱風目前 它的長相是這個樣子 那麼你可以發現 整個颱風也 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來看它的話 其實它的颱風也已經是 若隱若現了 的確它的強度現在 持續有在增強當中 甚至它在靠近台灣一點的時候 它還會再增強 增強到中台的上限 所以颱風中心已經開始 若隱若現出來了 表示這個颱風 它的強度不容小覷 那麼剛剛我們也看到 它既然是季風潮 所形成的這個颱風 所以後面所帶上來的 是整個呢 這個雨啊 非常這個雨水非常 水氣非常豐沛的 這個西南氣流 西南氣流 紅台部也有地外了 所以呢 無問如何 我們要特別提醒了 這個颱風它降雨的影響 絕對會比它風的影響 來的大很多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呢 現在啊 包括了北部 甚至東半部地區 這個風跟雨的情況 已經是越來越明顯了 我們就從啊 這個雷達回波圖 我們就進一步來看看 首先呢 從雷達回波圖當中呢 你已經啊 可以很明顯看到 紅台凱米就在這邊了 而且逐漸在靠近當中 現在呢 已經開始受到它環流的影響 所以包括了北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 現在呢 其實都有強降雨了 以現在呢 這個石雨量來看的話呢 最大石雨量 一個就在宜蘭的大同 目前這邊有33毫米 另外新北的烏來這邊 有26毫米 那麼淑利要特別提醒哦 因為呢 首當其衝 我們剛剛強調的 就是呢 在東北部 在宜蘭這邊 還有北部山區這邊 尤其在宜蘭山區的部分 今天呢 尤其今天一整天要特別小心 就是連續性的強降雨 因為呢 整個地形的影響 依然是一個本級型的地形 所以地形再加上呢 它的這個環流 直接的衝擊 所以呢 風跟雨在今天這段時間 都會非常的劇烈 尤其是在今天深夜一登陸之後 那麼呢 風跟雨將會達到最巔峰 好了 那麼從雨量累積圖當中呢 我們也要來看了 事實上呢 現在從凌晨零點 累積到現在 你可以發現 從整個台南以北 一直到東半部 其實都已經有下雨了 當然現在雨最明顯 雨量比較多的 是在東北部這一塊 其他地方呢 現在都是間歇性的降雨 但是隨著颱風逐漸的靠近 暴風圈逐漸的籠罩進來 中南部從今天下午開始 風跟雨的情況 也會逐漸明顯的增加 我們就從雨量 雨區預報當中呢 我們就要來提醒了 就今天來說啊 你可以看到 今天白天這一段時間 主要呢 降雨的熱區有兩個地方 一個呢 就是呢 在東北部地區 再來就是北部的山區 尤其是雪山山脈的迎風面 這邊陶竹苗的山區 一定要特別注意 好了 那麼從今天的下半天開始 請注意了 就是呢 開始這個中南部的山區 降雨的情況 也會呢 明顯的累積 甚至在今天一整天 就有機會達到 大豪雨等級以上的雨量 從今天呢 兩點一直到晚上八點 這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發現 整個降雨 尤其在中南部 有沒有 最多的在哪裡 反而最多的都是在中南部山區 所以為什麼在一開始的時候 淑莉就特別提醒大家 這一次其實最自災 而且最危險的地方 反而不在於北部跟東北部 而是呢 在中南部山區的部分 看到這樣呢 紅到發紫 紫到發白 這樣的一個雨區 我們在這邊 無論如何提醒的就是 在山區脆弱的部分 的居民們 要撤離的就趕快撤離 那麼一定不要再停留 尤其利用今天上半天 這一段時間 好了 那麼接下來 在整個影響的時間部分呢 我們就提醒大家了 首當其衝 尤其在今天的上半天 首當其衝的就要注意的 就是呢 在宜蘭跟北花蓮這邊 今天會面臨的就是 強風 豪雨 尤其越到深夜 這降雨跟風的強度 會越劇烈 那麼南花蓮跟台東 則是間歇性的風雨 以今天一整天來說 整個西半部地區啊 上半天都是間歇性的風雨 北部地區當然會感受上 比中南部還要明顯 那麼中南部 尤其到了下半天 尤其到了晚上之後 這風跟雨的情況 會越來越強 尤其在山區的部分 我們要特別提醒 無論如何 小心在警戒 那麼接下來 我們再把時間 交給氣象署的預報了